刚刚呢有个问题呢需要我再给大家强谈一下 我那会不是说过了 Mac地址是在 那会我说过一点 Mac地址是不是会在变化的吧 IP不变 那在这个通信过程当中 看屏幕 那么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呢 嘴听了啊 192的168的1.1在这 如果他的订阅的服务器是在这的话 那么他一定是朝着这个方向走 听懂了吗 那么他先写谁的Mac地址呢 嘴听 因为你将来的目标是要写成这个 发给他 你的IP和这个IP绝对不在同一个网站 这是铁定的事情 那么他会怎么的 他一看不在一个网站 我得发给默认网关啊 你先把数据发给这个 这个默认网关 我想要发给他 他里收才行啊 那我得满足他的要求呗 什么要求呢 写他的Mac地址 你说是个道理的吧 我写他的Mac地址 他百分之百收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 我从 嘴听啊 我从这 到这 这个期间 原Mac是他 目的Mac是他 没错吧 IP 原IP是他 但是目的IP是谁呢 这个 不变 当他收到了数据的时候 你怎么理解这个设备 我不就拿了没 他俩他怎么转啊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那个电脑上同时插了两U盘 我可不可以从AU盘里边附这个东西 附到BU盘 没问题吧 我这个地方有两个网卡 难道我就不能脱这个网卡里边书的 我从那个网卡发 不行 凭啥不行 可以吗 完全可以啊 但是我接下来 我只打个比方 我想发给他 假如说他是一个设备的吧 我想把数据发给他 不让他扔 请问我得写谁的Mac啊 啊 我是不是得写他 这个地方的Mac地址啊 我得写他还行吧 那么又按了那个原则 你想给他发 你就写他的Mac 原Mac写你的 你现在想给他发 你就把这个包的原Mac 由 木里Mac由原来写的是他 改成木里Mac是不是他呀 那么同理原Mac是不是 由原来的这个 是不是改成了右边的这个Mac地址啊 Mac地址已经变了 变成了原Mac是他 木里Mac是他 他接下来再发 木里Mac写他 原Mac是不是写他 把包给他 他接下来给这个路由器的这个左边 原Mac木里Mac给他 那为什么这个 这个设备将来 有可能会发到他 而不发到上面那个去呢 根据IP的区分方向 也就是说 朋友们 IP是一个总领的 一个理论上的一个东西 就跟你说 我接下来 我想要攻击192.168.1.1 我不确定 他在我前边后边 我左边右边 我不确定 但是我只要写上这个东西 是不是他在逻辑上 是不是标记太定了 也就是说 IP只是逻辑上标记太定了 我管你在这还是在这 我不管 那么将来 整个中国为了治理 管理好这个网络 怎么到了呢 北京的IT是哪个范围 上海是范围 哪一个省都有范围 你听懂了吗 那么你这个数据包之后 一过来一看 这个范围应该是超难走 那你往难走呀 他就绝对不会往北走 那么这个数据包 你就到了这了 到了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最浪 在整个期间 Mac一直在变 当这个路由器的债源 想要接下来给他的时候 路由器是不是应该知道他的麦克地址 假如说你们之前已经通信过 他一定知道 如果没通信过 他百分之百发ARP 发个ARP 他给他回一个 说他就知道他的麦克地址 把数据转过来 在这个期间 Mac他 他 他到他转一次 他到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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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他又一次 但是原IP自始终是这个 但是目的Mac 目的Mac和原Mac 是不是在变化了吗 目的IP变 变 变 对 接下来他收到数据包之后 根据这个原IP 给他改成目的IP 请问他们 是不是原封不动的 这个朝了这个道路 是不是回过去就可以了吧 假如说这个路的 回送的过程当中断了 假如说 你来的时候还好了 回过去这个路断了 将来路由器有自动的协议 来实现他绕到这边去 再回去 你听到我意思了吗 反正是他们绕过去 就这么说吧 我接下来我想要 访问美国的网站 我走西边过不去 我都回去走东边 反正最终我能过去 就可以了 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给大家强调一下 Mac机制是着急在变化的 每两个两个之间变 但是IP自动不变 听懂我意思了吗 打个比方 我接下来回北京 我要开着车回北京了 假如说没有GPS导航 没有导航 我要回北京 我怎么办 方向北京反正在北边 绝对不在那边 我往北走 我就开着车往北走 反正觉得没错 到了一个路口的时候 我说 比方说我到路口 我说老大爷 我想去北京怎么走 老大爷说 北京在北边 我说我也知道 但是我接下来 往这个路口 四个路口 我往哪走 老大爷说 你想要去北京的话 那应该是先到 先到江苏吧 是吧 或者说先到哪个地方 反正你先到那 那个地方离北京近 反正比上海近 所以说你先去那吧 所以说老大爷就跟我说 你应该往这条路 往那个地方走 请问 我由原来的上海的浦东新区 到了那个路口 老大爷跟我说了 从这个路口开始走 你差不多会走个几十公里 会到某个路口 请问 目标 我是不是奔在那个路口去 是个道理吧 到了那个路口的时候 我再找一个老大爷 或者老大妈都行 我问问 接下来我往北京走 怎么走 请问 方向北京 这个概念自始终没变 但是我先从这个路口 到下个路口 从那个路口 再到下个路 请问是不是 一直在变的吧 是个道理吧 这就是IP不变 Mac才变的意思 一定要理解 我原来的时候 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要有Mac 我真的是搞不懂 我问谁谁都不知道 偶然间看了一篇文章 才知道的 有的时候确实实 有个概念什么呢 就是无形插柳柳成因 这有的时候就这种情况 那天晚上 我在北京公司的时候 那天晚上闲得没事 反正搜了一天了 一点效果也没有 那就不差晚上这点事了 再搜一搜 吃完饭一搜 一眨眼公布就搜到了 当时我就很惊艳 我说这个 是吧 这个烂搜索引擎 我是不是一天都没搜到 反正吃了个饭就搜到了 那意思是 让我应该多吃饭 好的吧 那么你没发现 整个过程是不是就通了吧 千万要理解 把这个过程要了解 那么还有人说了 为啥不把这个服务器放在这 你闲得没事干的 为什么把这个服务器放在这 你分开干什么 你的玉米解析服务器在北京 你的服务器在上海 我先跑到北京 跑一趟再回 我都跑到深圳 我再回那趟 那不是闲得没水干 是吧 那么闲得那个什么疼 为什么 你放在一个服务器那不行吗 同学们 如果是你自己做的 可行 但是玉米服务器 不是普通人 能搞得了 是国家控制 你懂我意思吗 整个中国的玉米服务器 不禁香港 已经能搞得了 是国家控制的 国家控制的 为什么国家控制这个东西呢 因为你访问网站的时候 你经常会跳的时候 3W的百度在看 如果他解错了 会意味着什么 你听说过钓鱼网站吗 什么叫钓鱼网站 院子上钩吗 我做一个和京东 一模一样界面的网站 请问 你打开的时候 你有辨别能力吗 没有辨别能力 我告诉你怎么办 如果这个DNS服务器 你把它黑了 你把京东.com 改成你的IP 也就是说 本来应该访问这个服务器 是真正的京东的 这是你黑客多了 一个山寨版的京东 就是页面是一样 那么将来 我只要把这个玉米服务器 黑了之后 接下来普通用户 再去访问 解析这个玉米的时候 解析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变成它了 接下来 他去访问这个东西 请问 你界面是一模一样的 普通能力 普通用户 我告诉你一点 这般能力没有 为什么呢 浏览器里边 我确确实实数的 GD的com 没错吧 但是你解析出来不一样 谁关心这个 只关心玉米写没写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如果这个东西被黑客黑了 简直就是 是吧 末日 请问 为什么叫末日呢 你要买东西 是不是你要登录啊 你刚进去的时候 我说 京东现在近代升级 请用户 你抓紧登录 登录之后就改密码 那肯定给我点哦 点个改密码 用户请输入您的密码 用户名 登登登 算之后 他为了确定 你一定是输得对的 砰 跟你谈话 用户您的密码 输入有误 或者 有误 你再输一遍 请问第二遍的时候 你一定很小心输了吧 你在一个网站输入密码 登登登登 第一遍错了 怎么拖了呢 我是不是刚刚敲拖了呀 第二遍 崩崩崩崩崩 是不是敲得很慢 第二遍百分之百成功 百分之百是对的 我把这个密码 荡上来 荡上来之后 我通过email发到我某个特殊的邮箱 那个黑客不就得到了吗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 告诉你 用户 这个 不好意思 京东正在进行升级 请 多少分钟之后再浏览 你看 这个期间 登录你的账户 把你里边的钱全划光 你 你折你都没有 我告诉你 你普通用户哪有识别能力 没有 你发现了域名服务器 是不是相当重要 因此国家管理这个东西 不允许普通人去动 你能动的是什么 你能买个服务器 你买多少个 你爱买多少个 你在这个地方去注册你的域名 将来这个地方 也就相当于添加了电话本 将来解析的时候 要解析到你 听懂了吗 因此这个不是非变动的 因此导致了一个问题 你想做的网站 不能和它在一起呀 第一个 你没这权利 你也没这本事 第二个 从程序的开发角度讲 不要合在一个服务器里边 为什么呢 你合在一个服务器里边 请问同众派 你是为了减少他通信的过程 但是会带来一个什么负面意见呢 偶合性太强 如果我接下来想要升级服务器的时候 你没发现 我有可能要把那个服务器先关了吗 你怎么办 你关了呀 你得关了 将来人用户打不开了呀 因此这就是一种截偶 你只负责你的 我负责我的 各职取得 这才是一个方式 虽然有点慢 不会出现 我刚刚所说的什么 先到北京解析完了 我再跑到山西 不会的 上海就有一个 懂了吧 一个大区里边 往往都会有一个备份的服务器 说得这么直白的讲 上海有上海的 山东有山东的 广州有广州 北京有北京的 因此你在去访问网站的时候 他为了减少这个过程 他先访问上海的 上海的如果稳定 没有出货 接下来就拿着上海解析的这个 直接去访问网站 请问是不是就更快了吧 你在上海 找一个很近的路 告诉你 不就近了吗 为了提升解析运营快 在每一个省份 有可能要架设运营服务器 国家的事情 你做不到 第二个事情 为了能够让浏览器 将来看的页面更快 我会在南北大区里边 各建服务器 这就是百度经常就怎么讨论 怎么讨论呢 黄河一北 咱就假如说 黄河一北离北京很近吗 那么将来我就在黄河一北 我建一个百度服务器 将来黄河一北的任何用户 在去解析的时候 都解析成北京的那个IP服务器 长江以南的离南方比较近吗 是吧 那么那我将来 我解析的时候就解析成深深的那个 请问将来是不是就更近了吧 百度有好几个服务器 你在 对吧 长江以南不是吗 那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呢 那假如说是中部 不就可以了 北中南 不就可以了吗 那么将来 我告诉你 每个地方都会加服务器的 为了防止出现 北京的用户将来 直接跑到深圳服务器 再从深圳服务器回来 一般会在某个大地方 都会建备费服务器 这就是特点 这会导致一个小问题 你在北京地区 搜出来的东西 和在南方地区搜出来的东西 有的时候不一样 懂了吧 其实就是这个特点 服务器不一样 你搜出来的东西 肯定不一样呀 对吧 而且百度也没有必要 非得做了一模一样 为啥呢 因为新闻嘛 它是在更新的嘛 所以是就这样 好了 基本上这个过程 我给大家强调一下 好 好 谢谢大家